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到真的死亡面临的那天 如果我有幸是寿终正寝 而不是意外恨死的话 那会怎么样 坦白讲我还不知道 但你现在这一刻我是告诉你 我并不是太怕死 当然生死的问题人人都要思考 那我们会不会介绍一些书谈生死问题呢 其实我觉得我们已经介绍过很多的书 都涉及到生死问题 因为这是人生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但是有没有专门谈这个问题呢 也许我们找个机会再专门给大家谈一谈 但是如果你仔细看我们过去的节目 你会发现我们已经谈过它无数次了 甚至包括我们讲韦伯的学术 做过一种置业的时候 我们也都谈到 所以我们就有第二个朋友 他问为什么我在介绍这本书的时候 提到说如果人不会死的话 就不需要谈生命意义的问题 人之所以关心生命意义问题 是因为人会死 理由很简单 你想象假如你长生不老 你不会死 人人都不会死 那这个生命就不需要再去问他活着干什么了 人之所以会问人活了干什么 是因为你总会死 而你如果总会死的话 你就会觉得我们人生干这一切 我们追求这些 到最后不都是白忙一场吗 不都是徒劳吗 你很有名 你很有钱 然后到最后你都带不进坟墓去 那这是为了什么呢 所以人之所以会问人有生命的意义问题 会问这种问题是首先是因为我们会死 死是我们的限度 没有这个终极的限度 我们不会问任何问题的 好 我们还有个朋友问 我有没有去过以色列 那么有什么感想 会不会介绍一些关于以色列的书 太好了 我们之前不就已经跟大家介绍过 谈以色列的重要的作品 以色列大作家阿摩斯奥兹 他的爱与黑暗的故事 我今天还要给大家继续讲一本 关于以色列的书 我是最近去过以色列之后 尤其发现这本书 它的好处 必须跟大家讲讲 本节目由斯科达明锐冠名播出 母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大家看到这集节目的时候呢 是5月23号 但其实我录的现在这一刻是5月3号 中间隔了整整20天 那你总得留点时间让人家先过滤一下嘛 对不对 那么我为什么特别提这个日子呢 是因为昨天晚上我睡得不好 前天晚上也睡得不好 所以今天做这集节目的时候状态并不好 我为什么状态这么不好呢 是因为过去两天 我目睹了一个很激动人心的事件 必须在读书节目的开头也得讲一讲 什么事呢 那就是英超的冠军总算落下来了 就是莱斯特城 这个时候我猜各位喜欢看球的朋友呢 都应该知道这个英超历史上最大的黑马 怎么样从宝级的边缘一举得到了冠军的 神奇的灰姑娘般的旅程故事 不需要我再多谈了 那么但是重点在哪呢 重点是其实我本来是阿森纳球迷 但是就像无数的全球各地的球迷一样 在这个时候你都会成为莱斯特城的球迷 因为我们都真心喜欢足球 知道足球不应该再被一些有才有势的大俱乐部 常年的垄断 像这么一个没有巨星 没有雄厚的资源投进去 一个本来在别的地方 飘荡几十年的老教练带队的一个球队 最终居然能够得到冠军 而且是让人发现他赢得心服口服 你可别跟我说是什么运气 别的豪门正好状态不好 或者伤病困扰教练太糟 你真的看过他们踢球 你就会佩服他们 那是一群草根球员达到自己的技术体能 尤其是信心的巅峰状态才能够得出来的表现 那么所以这两天我很兴奋 看着他们的球赛 看着他们的夺冠的历程 那真的很高兴 但是讲这么半天 我为的是要告诉大家 这么一个在西方世界家喻户晓的故事 可能很多中国人不知道 这个故事就是传说中的 当然历史上也存在 犹太人历史上面其中一个最伟大的国王 大卫王的故事 话说大卫王小时候 其实是个牧羊人 那么当时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常常被另一个部族干扰欺负 那么那个部族很好斗 很会打仗 那么吓得这个犹太人半死 那个部族叫菲利斯人 那么有一天菲利斯又大军压境 而带头出来的是他们的第一号勇士 菲利亚 菲利亚是个巨人 巨大无比 那么当时他站在正前 以色列这边呢 简直没人敢上去对他怎么样 这时候这个牧羊少年大卫就出来了 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 他就用了做了个素鸭 做了个弹弓 然后等于小投石器嘛 用个弹弓扔个石块出去 一下这个石头 就把大巨人菲利亚呢 打昏了 敲动他头脑嘛 那昏了之后呢 大卫上去一箭割下他的手机 自此之后大卫一战成名 后来建立起不朽的工业 为什么这个故事这么有名呢 那是因为 这是一个典型的以小胜大 以若伯强的一个故事 很励志 很鼓舞人心 不愧是以色列传说中的 国王的一个事迹 那么但是站在街上 拿起个石块 往一些 无论是各方面都比你 条件都比你优胜的多 强悍的多的对手 急过去 那种勇气 那种姿态 那种弱者反抗强者的形象 在今天我们在电视上面看到的 却是怎么样呢 不再是以色列这个小国家 怎么样一群由难民跟难民的后代 组成的一个小小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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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邦国家 耶路撒冷为主的这么一个小的小地方 去对抗周边所有敌对的强林 以一己之力过去曾经战败过 十个以上的阿拉伯国家武装起来的部队围攻 我们看到的形象是什么呢 不再是这样了 而是恰恰相反 就在以色列境内或者它占领区之内 那些巴勒斯坦的青年人们站在街上 对着资源非常丰厚 技术非常先进的以色列的军队 扔石块的那样的一个景象 我说这些是为了强调什么呢 就是有时候命运真是很奇怪 想当初以色列人那么崇拜大魏王 一直到现代建国的时候 大魏王的故事仍然激励着他们 那就是因为当时以色列人觉得自己很弱小 很渺小 被人欺负 强林还刺 但是到了今天 整个形象是颠倒过来 变成以色列自己像是个巨人 而巴勒斯坦人呢 这些住在以色列这片土地 或者巴勒斯坦土地上的阿拉伯人呢 却反而就像当年那个拿石头 去对付巨人的大魏王一样了 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故事 当我们把各种形象套用进去 各种角色套进去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对什么叫弱 什么叫强 有更不一样的了解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 在那些有时候把自己充当成弱者 当成灰姑娘 当成黑马的人 你有没有进入到他的心态里面去理解他 反过来讲 我们又对那些巨人 被打倒的巨人背后 又了解到多少他的故事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 之前这段长长的影子 我要给大家介绍这本书 很抱歉 只有英文版 叫做Once Upon a Country 一般而言呢 我是不太愿意在我们节目里面去介绍一些只有英文版的书的 因为大部分的经典著作其实绝对都会有中文版 对不对 那么第二 就像我刚才讲了 我在这个节目要介绍是经典 而这本书呢 还很难说得上是经典 它是2007年出版了才没多久的一本新书 那为什么我要今天在这里介绍它呢 是因为一来我很喜欢这本书 二来呢 则是这本书恰好是对应对位平衡了 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的一本书 记不记得两个礼拜前 大家可能看过我们节目里面介绍 以色列大作家阿摩斯奥兹的《爱与黑暗的故事》 在那本小说 在那本回忆录 在那本半自传半虚构的作品里面 我们读到了一个以色列人 他的成长故事 这个故事背后背负的多么深远 多么沉重的犹太人的苦难历史 但是今天我们换一个角度 从一个几乎跟阿摩斯奥兹 是同代的巴勒斯坦人的角度 来讲一讲 甲方的或者乙方的 我方的故事 这本书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阿摩斯奥兹 是一个备受尊重的以色列作家 他不只在以色列 国民之中享有很高的地位 甚至就连平常很瞧不起以色列 很仇视以色列的阿拉伯世界里面 也有许多人爱读阿摩斯奥兹的书 他是一个双方都挺尊重的一个作家 双方也都有人很讨厌他的作家 因为觉得他的立场不够坚定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这本 Once Upon a Country 曾经有一个国家 他的作者 Sari Nusiba 则是恰好是一个巴勒斯坦人之中的一个对位的代表 一方面他是一个巴勒斯坦世界里面最有名的一个学者 一个哲学家 他不是个作家 他是个哲学家 他在巴勒斯坦人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 但是同时在以色列的犹太人那里面 也有很多人非常尊敬他 他在巴勒斯坦人这边 阿拉伯人这边 很多人讨厌他 甚至计划要暗杀他 而相反的 在以色列的右派那边 或者以色列政府 也有很多人讨厌他 甚至还抓过他坐牢 而这两个人相似的地方还不只是这样 更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双方里面的鸽派 都主张某种的对对方的理解和解 然后双方最终如何能够和平共处 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 还有一点 就是这本书也是一个自传 而这个自传所覆盖的年代 要比爱与黑暗的故事覆盖年代长得多 但其中前半部分几乎是重叠的一个时段 他们两个相差十年 或者十年之间 但几乎是在同一个地方长大 有趣的是什么呢 他们两个原来是邻居 他们住的地方彼此相隔 不过几条马路 但是彼此年轻的时候都不知道 原来那边就有这么一个阿拉伯青年 这边就有这么一个以色列青年 双方互不知情 直到很多年后 他真的认识了阿摩斯奥茲本人 才发现我们两个小时候 原来是在同一个地方长大 然后又看过爱与黑暗的故事之后 更赫然发现 尽管我们两个人是在同一个 你想想看就隔几条马路的地方长大 但是就像活在两个世界一样 我完全不知道对方那个世界后面 是什么状态 那边的人是怎么样生活 那边的人怎么样去感受 怎么样在思考 那边的人背后承载了多少的历史 而那边同样也不知道我 他不了解我们这一边是怎么回事 你能想象吗 就在那么小的地方里面 两个不同的家庭成长出来的小孩子 会有那么不一样的遭遇 那么不一样的世界观跟人生经历 只不过因为其中一个人是犹太人 而另一个是巴勒斯坦人 讲完这一切 我们大概就可以了解 我们今天这集跟下集要讲的主题是什么 那就是我们如何去了解我们的邻居 尤其是当那些邻居 我们都把他当成是我们仇敌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能力进入到他人的生活里面呢 这时候就让我们先来看一看 Sari Nuseba这里面 他有一小段字述去描述他家族的历史 这一段开头写得非常非常的搞笑 但是很有趣 从这里我们就能够开始透视一个阿拉伯人 在以色列的生活 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 好像无论走到什么地方 我都能够路过我祖先在耶路撒冷留下的足迹 我的父亲一度告诉过我 我们鲁塞巴家族 其实是来自一条长长的盗匪史的线索 他语重心长 又带着开玩笑的语气向我解释 其实啊 所有的家庭 所有的贵族 所有的王朝 都能够把他们的历史追溯回一个原初的抢掠行动 我想他这么讲 是因为大部分阿拉伯人 都把他们的祖先的根源 看得十分的慎重 并且以此为傲 你必须活在现在 我的父亲告诉我 而且他反复的说 我们人应该总是盯着现在这一刻 在我还是童年的时候 我就理解到这个道理了 我不知道到底我们家里面有谁当过盗匪 谁当过贼 但是毫无疑问的 我觉得我总能够在阿拉伯的刺热的沙漠上面 找到一块石灰岩 那块石灰岩已经快要风化的差不多了 但是上面仍然留有清晰的印痕 神奇地记录着我祖先的名字 刚才我们读到的那一段 你大概会以为 这个鲁塞巴家族 是不是历史上的各代的祖先 都是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 很没光彩 他爸爸居然从小就教导而及 也就是我们这本书的作者 我们家代代以来都是盗匪 尤其一开头 那更是盗匪 我们家族的起源就是盗匪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鲁塞巴 我们中文版他翻译了鲁塞巴 这个沙里鲁塞巴 他本人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我们之前说过了 他是一个哲学家 他其实很年轻的时候 十几岁就去英国留学 那个时候很多阿拉伯人 都去英国留学吧 记不记得我之前给大家讲 爱与黑暗的故事就说过 当年住在以色列这个地方的犹太人 绝大部分都是穷得想丁丁的 衣衫蓝绿 那么都是逃难来的人嘛 但相反的阿拉伯人之中 倒是不乏有一些 有才有势的贵族跟地主 而那些人活的这个生活姿态都是非常非常的稀化 那么跟我们今天一想到阿拉伯人就觉得很虔诚 都戴着头巾 然后女的都得戴上个头杀 甚至蒙面 那种形象完全不一样 非常开放 非常稀化 所以很多男男女女都会去欧洲留学 像这个鲁塞巴 她自己有个姐姐就在巴黎学音乐 然后她全家人都去英国念书 她爸爸也在英国念书 而她自己后来还到了牛津念书 那么她在牛津念书的时候就认识到了她未来的太太 Lucy 而这个太太也是个听起来就知道很厉害 她家族 因为她的爸爸 就是如果你念哲学的话 跟我一样你一定听过她爸爸的名字 这是奥斯丁 J.L. Austin 是牛津语言分析学派的一代宗师 然后她当时就在牛津念书 那么参加牛津的学生运动 那么后来又到了哈佛大学 得到博士学位 那么然后就在世界各地游走 那么最后回到了故土 巴勒斯坦或者以色列这个地方 她做过西伯来大学 就犹太人办的大学当哲学教授 后来又做了阿拉伯人这边 在耶路撒冷办的大学 阿尔库德大学当校长 那么她不只是学术生涯上面 非常辉煌 同时政治上面也十分的活跃 那么参与过 大家有没有听过 有个名字叫Intifada 大起义 就巴勒斯坦人历史上反抗以色列人 有两次的大起义 她是第一次大起义的 其中一个主要的文件策划者 那么帮助很多同胞 那么怎么样的秘密活动 帮他们找钱 然后帮他们辩护等等等等 然后同时呢 她也做过这个阿拉伯特在世的时候 巴解政府里面一个高级的顾问 参与过奥斯洛和平协定的这个起草 跟这个中间的商议过程 那么后来还当了巴勒斯坦政府 驻耶路撒冷的代表 那么所以呢 她是一个可以说是人生之中看起来 有很多很了不起的这么一个经历的人 更不要说中间还有些奇遇啊 那些奇遇是什么 我们还会再跟大家讲 但是我想说回来的是啊 比起她家族的过去啊 这个努塞巴 萨利努塞巴 刚才这些经历比起来都算不了什么 她家难道真的代代都是盗贼吗 当然不是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她爸爸 她爸爸做过什么呢 她爸爸当过一阵子的耶路撒冷的市长 她爸爸后来又做过约旦的国防部长 约旦今天其中一个政党是由她爸爸创办的 她爸爸还做过约旦驻英国的大使 那但是问题是 她爸爸是不是就表示是替她家族扬眉吐气 因为她家以前都当贼的 不 她家族在耶路撒冷住了1300年 是个有名的旺族 旺到什么程度 我跟大家讲 大家知不知道当年先知穆罕诺德 起来的时候 最早离开麦迪娜 要往麦迪娜方向走的时候 有14个部族的首领来见她 归依伊斯兰愿意跟随她 当时最早的这14批家族的首领 其中有4个是女人 我们今天总觉得阿拉伯世界是一个 或者穆斯林是对女性地位好像没那么看重 其实你追溯她历史 你会发现事实往往相反 比如说当年怎么可能阿拉伯这游牧民族中有14个部族 其中有4个部族是女性领导呢 其中这一个女性就是努塞巴 就她家的祖先追溯到那儿 而那个努塞巴是个有名的战士 不只是个女人当老大 还是个战士 替早期伊斯兰的扩张立下不少汉马功劳 那么后来呢 在这个穆罕默德去世之后 他的第二任哈里发 公正者欧迈尔带领大军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 当时这个努塞巴家族也当然在场 后来这个欧迈尔他成功的占领了耶路撒冷 那个时候发生过一个很神奇的故事 在今天看起来仍然值得大家深思 这本书里面也写得相当详尽 话说这个欧迈尔公正者 作为伊斯兰世界的第二任的哈里发 他围困耶路撒冷很多年 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是东罗马帝国控制的城市 围困了他 后来终于里面的人呢受不了围困 要投降 投降呢就派当时里面的老大 那个老大是谁呢 就是当时的东罗马帝国在那里的教会 就是东正教的大主教出来投降 然后投降呢 这个欧迈尔进城呢 是绝对没有杀害任何一个生命 和平解放耶路撒冷 然后到了耶路撒冷 他为什么那么看重耶路撒冷 那是因为大家知道耶路撒冷是个什么地方吗 今天全世界犹太人当然以他为圣地 这不用说了 基督徒 无论你是天主教徒 新教徒 东正教徒 还是叙利亚政教 埃塞俄比亚政教 埃及科普特政教 都觉得是圣地 这也不用说了 穆斯林也说他是圣地 为什么穆斯林说他是圣地呢 是三大圣地之一呢 那是因为传说中当年先知穆罕默德 曾经有个很神奇的经历 就有一天晚上 有一批神兽 那个神兽是头呢 长得是个人头 然后长了个翅膀的飞马 把穆罕默德一夜之间 就把他从阿拉伯 把他载到飞翔载到耶路撒冷 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呢 就到了一块石头 那块石头干嘛呢 那块石头就是传说中 地球的创造 是由那一块石头开始的 那是个圣石 这个传说呢 是犹太教 基督信仰 穆斯林都共同拥有的 然后穆罕默德就在那里 登上了天梯 然后上去呢 就见到了真主安拉 这就是有名的穆斯林故事 叫做夜行灯销 而这个夜行灯销所在的地方呢 就是耶路撒冷 所以欧马尔 这个伟大的哈里发进城 就是为了这个地方 这是个圣地 而他来到这个地方 进城之后呢 就发现这个圣地 下面就是犹太人的圣地 就是犹太人的第二圣殿 毁灭的废墟 而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啊 因为是基督徒在里 他们完全不管这些地方 都变成垃圾堆 有狗粪有什么的 很糟糕 他就跪下来 用自己的袍子清理干净 那么然后呢 终于找到那块石头 在那里祈祷 然后他又被人引向 基督徒心目中 一个比梵蒂冈 还要厉害的一个圣地 那是什么圣地呢 那就是圣木教堂 圣木教堂是什么 就是传说当中 当年耶稣被钉十字架 以及之后那三天 被埋进坟墓的所在地 变成了一个大教堂 然后他进入这个教堂参观 然后当地人呢就说 哎那你可以来这祈祷了 你们回教徒征服了吗 对不对 你能在那祈祷 但是欧马尔做什么 他说我绝对不能在这里祈祷 不是因为这是异教徒的教堂 而是因为如果我今天在这里祈祷 以后的穆斯林都会这么干 如果以后的穆斯林这么干 你们这个基督徒的圣地 就会被人搞成是清真寺了 那以后就会流血不断 有无穷的冲突 那是不行的 我要尊重基督徒 你们要好好留下来继续掌管这里 但是他把这个教堂的大门的钥匙 交给一个身边很重要的伙伴 因为他不能够信任其他人 那么教徒当然 基督教徒当然可以继续进去 但是个钥匙要把握在一个人手上 那么他必须公正的对待基督徒 那个掌钥匙的人 这个守门人是谁呢 那就是鲁塞巴家族交给你们了 于是鲁塞巴家族 他们是穆斯林 他们家族历史上出过苏菲派的圣人 出过耶路撒冷的大法官 代代以来都是这样 也还是个大地主 可是其中一个主要的身份 就是基督徒 全球几十亿基督徒 心目中最重要的圣地 圣母教堂的钥匙的掌管人 直到我们的作者鲁塞巴这一代 那为什么他们家族那么牛 你想想看耶路撒冷老城里面 有几条街 过去都是他家的 他爸爸要跟儿子说 儿子我们家是做贼的 这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为了希望这个儿子 不要把过去辉煌的历史 挂在心上 放在嘴上 永远要看着现在 永远要看着眼前这一刻 要现实 现实是什么 现实就是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尾巴问题 而为什么这本书叫 Once Upon a Country 曾经有一个国家 那就是我们在这本书里面 作者的童年回忆看到 在今天的以色列之前 在他还是英国托管地的时候 当时的耶路撒冷 或者甚至更早 土耳其 奥斯曼帝国控制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地方 记不记得以前我跟大家讲过 民族国家是一个现代的产物 我们现代人会相信 一个民族 他就应该拥有一片国土 他就应该好好的 在这上面成立政府 别的民族在这里生活 或什么的 要问主导民族的意思 可是帝国不是这个样子 帝国从来都是多民族的 多宗教 多文化的共存的 我不是在夸过去帝国主义好 而是说整个管制的方法不一样 英国也好 奥斯曼帝国也好 在这里实行的政策 相对而言都是比较宽松的 宽容的 你在这本书能够看到一个 跟我们今天在电视上 或者你亲身经历过的 以色列或者耶路撒冷 完全不一样的状况 当年的穆斯林 他们会跑去参加 基督教的复活节 为什么呢 那就是因为大家是邻居 你们搞这么热闹 你们大过年的 我们也来帮帮忙 然后而且更重要 就是对小孩子 像努西巴 他说他那时候觉得 就是基督教的这个仪式 特别好看 而且不晓为什么 信基督教女孩都长得好 都长得是 都是正妹 那么反过来呢 当这个穆斯林 有些搞什么庆典活动呢 犹太教徒也过来一起玩 很高兴 犹太人过安息日的时候 有时候他们会去参加 他们安息日晚餐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 那简直就像是一个 天堂般的和平世界 这是曾经有过 这么样的一个国度 那这个国度是怎么失落的呢 怎么会变成今天这样子 水火不容 要拼个你死我活呢 这就是个很大的问题了 这个问题我们留在下一集给大家解释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冲突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彼此的相近程度 都再三提醒我们 人类历史上面 绝大部分残酷的杀戮 都是手足之间的相产 人类历史上的身体 每个人都不听得下来 人类历史上的身体 都没有人类历史上的音35 人类历史上的父母 在年之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